头的前额这一段痛 看到费典在前面转了 正在几个水坝前面 费典在同时进行 在勘察 准备摧毁那个水坝 几个大坝同时在查看 看到哪个陈所先对哪个动手 哪个陈所成熟了 实际成熟了 准备好了 就对哪个在进行先把他摧毁 正像他们在几个地方都同时在开展 在几个地方同时在开展 只是前期工作都在进行当中 这些动手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就是看哪个地方先准备好 就哪个地方先开动手 就这么一个情况 人家很关心的有个大坝 肯定是会动手的 这是时间问题 他们正在整备 整备好了就动手 整备好了就动手 因为它要确保安全的 因为在大坝吹口掉以后 把大坝吸到费体上 吸走的同时要在上游 要把水移除掉 用费体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费体正在进行当中 这个时候我看到前方有船 有不少的船在向上 所以要等待时机 等到这些船 人家走过以后 离开了七月 然后才能够泄水 才能把水泄水 关掉的话 肺炎沸沸转的话 有可能把船钩钩钩成掉 所以要等待时机 等到其中一个时机 就是江面上的船 离开那个位置 离开那个位置 才好泄水 所以吸水和吹口大坝 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要等待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个时机 就是江面上 正好船是安全的 因为能腾脱在飞链 能转的位置 不影响船的情况才动手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